九宮不下 烏克蘭方面又是富裕頑抗 那對於你說俄羅斯接下來要再打下去 我覺得那個的難度都是越來越高 那會不會現在雙方都找一些理由 找一些藉口 都希望可以有個落臺街 特別俄羅斯方面都希望 都可能盡早去結束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事件可以慢慢淡化下來 我覺得市場的股值會有機會是上調一些 那當然剛剛提過一些商品價格 能源價格 就可能是會有一個調整 但是之前都受壓得比較多的一些增長型股份 包括是一些科技股也好 一些傳統的經濟股也好 那我都相信是會有一個體鎮的作用 那你說說聯儲局方面 去到今年的市價會進一步激進去加息 那這件事就不是什麼新聞來的 因為過去一個多月 看回很多聯儲局的官員 或者那個議席會議上面 都開始給了這個訊息出來 那希望市場都是組作準備 那所以即使你說 美國真的有個加息 或者看到債息 好像昨天那樣 開始去到一個倒掛的情況 那市場就不會說一個很恐慌性的拋售 那反而你說是對於一些俄烏局勢 這些說的是一個多月之前 突然之間爆出來 一些所謂黑天鵝事件 能夠是可以及早去緩和 將危機是可以盡早化解呢 那我相信對於環球市場來說 那個氣氛會有個明顯體震的 因為始終這個俄烏戰士 過去一個多月 都令到很多商品價格 剛剛看到譬如一些燃氣價格 油價 或者一些金屬的價格 甚至乎一些糧食價格 都是標升得很厲害 那引發了一個所謂 全球惡性的通脹 如果你說接下來 雙方能夠是談得到數 不是說再打下去 慢慢是修復回 就是之前一些供應鏈的問題 那我相信通脹這個議題 也都慢慢是會緩和得到 那所以到最後 令到可能聯署國被迫 要進一步加息那個的機會 也都可能會減低一點